哎高经理 今天2抹磨片也属于精密构件了 平常怎么保存维护 这还不简单 首先呢 人家这种没有安装的磨片呢 你必须得把它放在 5-40度的环境中 而且呢 千万不要将 磨片的外包装拆开过弄破 这样呢 这磨片呢 它容易氧化 为什么呢 磨片呢 它最长的存放时间 是12个月 接着呢 模组件一旦进水 内部磨片呢就成为实态 那样呢就要保持模组件内部 一直成为实态 千万不可以在室运软之后呢 把模组件内部变干 当系统停止运营时间达到24小时呢 就要把模组件内部的液体 用清水充计干净 如果系统停止运营达到5天 那样每天呢就要用清水 用低压冲洗一遍 那如果停机超过5天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呢 当系统停止运营时间超过5天呢 要执行一次清洗程序了 要冲洗掉主教内的液体 并将主教内充满含量1%的 亚硫酸清辣保护液 让它循环流通 每周呢还要检查一次保护液的皮息值 当皮息值低于3的时候呢 就要更换一次保护液了 另外呢每周呢还要更换一次保护液